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结语二撰写 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第二百节 说到这里呢 老成哈哈的大笑起来 抚摸着云叶的头发说 好孩子 你是一个真正的善良孩子 这些心底卧龊的混蛋 一次次的失望 因为他们从你身上看不到半点 欲望膨胀的意思 一个血气方刚的18岁孩子 无视那些海市蜃楼 把家里的钱都用来盖了书院了 哈哈哈哈 你知道 我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是如何的欢喜吗 省省喝了一夜的酒啊 幸亏你对皇帝没有半点隐瞒 一切都摊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 让那些想要找你麻烦 那些家伙 无处下嘴 最妙的就是 你居然把红城 弄成这些老兵的头子 这一招陛下都想不到 没人喜欢白祭司 没人喜欢 就你不避讳 明明白白的告诉陛下 你就是想发财 盖书院 顺便呢 给自己的孩儿留一片铲燕 小子 寿阳腹中的孩子 真的与你有关 说了一大痛的话 老成才喘口气 好奇的问云烟 成夫人回过神来 赶紧给老成张罗着喜悦 还有饭食 成楚墨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把牛剑虎扶起来 两个人殷勤的给老成 拿来葡萄酿 还对云烟挤浓媚眼的 希望他呀 说几句好听的话 让老成的心情更加好一些 哪里知道云烟此时 已经汗流浃背 心计不已 自己到底还是被所有人给坑 他们不再和自己作对 而都是大开方便之门 捧着哄着自己 发挥出最大的能力 为他们所用 这就是传说中的捧杀呀 长孙李二一再的警告 自己似乎过于相信历史了 以为那些明臣勇将 都是善良的好人 偏偏忘记了 他们都是经历过 无数风雨的老狐狸 自己太嫩了 如果自己但凡有一点野心 就会被这股风潮推到高潮 站在风口浪尖上呢 感觉很美妙 也很危险 这个世界上肯对自己 说破这些事情的 只有老成和老牛两个人 最多呢 还有李刚 其他的几位还认识不到这些 现在回想 老找自己麻烦的未争 出发点都未必是恶意 在新画坊工地上严格的检查 对云家各项产业的调查 其实呢 都是一种爱护 转变的太厉害了 好人一瞬间就变得猙獰 坏人刹那间就成了慈眉善目的善人 这让云夜的大脑混乱成了一团浆糊 如人在荆棘林 不动即刺不伤 忘心不起 横处寄灭之乐 一会儿忘心才动 既被诸有刺伤 有心寄苦 无心寄乐 云夜把这句话颠来倒去的念了好几遍 突然很想去天水姬脉山走一趟 渐渐谈音老僧 熟悉的地域 熟悉的环境 也许可以让自己得到几分安乐 小子 问你呢 寿阳果然怀了你的孩子 程咬金的声音似乎来自天外 把云夜从迷惑中解脱了出来 呆呆的 望着老程 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如果 寿阳怀的孩儿是你的 小子 这陛下 难道没有处罚你 程咬金又问了 云夜直指自己的屁股 示意啊 这一顿板子就是因为这件事挨的 就这些 老程瞪大了眼睛问云夜 就这些 我挨了整整二十张啊 一下都没减免 也一下都没放水 挨得是结结实实的 云夜的话让程楚墨 牛见虎迷糊 却引起了老程的一阵大笑 哈哈哈哈 小子 你现在最想干什么呀 小侄安排好家里 准备带着卓进去找一下谈印老僧 好好地学一阵子佛法 看看佛祖能不能感化我这颗铁石一样的心 顺便看看佛祖能不能为我带来一位孩儿 云夜笑着对程咬金说 并且呢 给程咬金深深的鞠了一躬 去吧 谈印老僧不在吉满山 如今在嵩山少林寺当监院 他的前一封书信里还特意提到了你 希望能和你讨论一下佛法 老夫很想看看到底是你带会他 还是他敢化了你呀 对于云夜的举动 程咬金是大事赞同 跳出三剑外不在五行中 只有这样才会看清楚整个局面 不被万物所扰 才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楚磨 见火 想不想去少林见识一下 我们都带上家眷 一群人去少林比较热闹 我听说那里有七十二项决议 三十六门神通 寺庙里呢 长龙卧虎 高人无数啊 武功最高的是一位扫地的老和尚 藏经阁不可不去 一金经 洗髓经 为天下至宝 那不去就太可惜了 为了不至于太寂寞 云夜努力的忽悠两兄弟啊 和他一起动身去少林寺旅游 常楚磨的眼睛都亮了 赶紧像小狗一样可怜巴巴的瞅着自己的父亲 想去就去 看老子做事 只是 小子 你从哪里知道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老夫去少林寺的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为何闻所未闻呢 难道是那些秃驴骗了老子 多父 您就好好的 在长安江阳 我们呢 也就去个两三个月吧 秋天就会回来 再好好的孝敬您老人家 如果这少林寺有好东西 小子一定会弄回来 请您品鉴 降养个屁 你在岭南弄了一大摊子的事情 老夫不得帮你收拾干净 再顺便赚两钱花 可是 您说岭南的生意 成家不占的啊 成楚墨觉得老爹不厚道 刚说完话呢 就要吞回来 傻小子 成家当然不会占了 但是你娘可以占 如果必要呢 我们喝离 这样成家就不占了 陪家占就是了 老常把自己不要脸的风格 发挥到了极致 只是没有注意到 背后正在咬牙切齿的常夫人 小鹰啊 你想不想去少林寺见识一下 我听说那里有七十二项决议 三十六门神通 寺庙里呢 藏龙莫乎 高人无数啊 武功最高的是一位扫地老和尚 藏行阁可不可不去啊 一金经 洗髓经 为天下至宝 那不去 太可惜了吧 一大早 云叶不顾伤势呢 就带着旺财 从家里逃了出来 书院不能去 玉山先生还等着问话呢 只有扇婴的小院子 最安全了 顺便呢 看能不能把扇婴也忽悠去 做保镖 窦燕山给他留下的阴影 太浓重了 少林寺 去那里干什么呀 一群秃鲤 这有什么好看的 人一过六十岁 气血衰竭 身体僵化 哪还会有高手啊 一金经 洗髓经 是什么东西啊 没听说过呀 我师父一代决定高手 现在这一晚上 还不是要起好几回夜呀 骗人 扇婴现在很喜欢旺财 在那里呢 给旺财刷毛 一个劲的说 胖胖的旺财 很讨人喜欢 就是不能骑 走两步呢 就撂折子 见了好吃的呢 就走不动步 好好的一匹马被糟蹋了 你要是 再不给旺财减肥 他一定活不过十年 扇婴抓着旺财 肥嘟嘟的肚子 对云叶警告说 旺财是我兄弟 我总是舍不得他吃苦啊 再说了 旺财多怪呀 现在每天 都要努力的跑 两三里地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有声小说 糖砖 然后 再自己满街市的买东西吃 马就是吃草的 最多加点豆料 一天到晚的吃果子 锅盔 喝酒 我还看见 有把煮好的肉片 往他嘴里塞的 你就不怕他吃出毛病啊 云叶一直都很担心旺财的身体 自从旺财跟随自己开始 云叶哪怕自己不吃 也要先照顾好旺财 如今这个弊端逐渐的显现了 就是他越来越馋的嘴 吃惯了精细食物 要他吃一点甘草 那还不要了他的命啊 前些时间为了给他减肥 云叶把最好的青草晾干了胃他 谁知道呢 这家伙一口不吃啊 肚子饿了 就跑到云叶的房前 用头拱开门 叼着云叶的衣服 让他把月门打开 好让他出去啊 买东西吃 可怜巴巴的眼神一次又一次的把云叶好不容易 他硬下来的心 鸡的粉碎 如今善应旧话重提 让云叶的心呢 再一次提了起来 别的马三四岁早就发情了 旺财还傻乎乎的 只知道跑街市上找吃的呢 春夏之交是马匹发情的季节 特意把他和一群母马放在一起 谁知道母马都被他踢跑了 自己舒舒服服的躺在甘草堆里睡大觉 谁家的马是躺着睡觉啊 马就该站着睡觉 这可是从祖先时代就养成的习惯呢 如今呢 在旺财身上消失了 一匹马可以活三十年 云叶希望旺财可以陪自己一辈子 要是连十年都活不过去 他连杀人的心都有啊 不过呢 你运气好 碰到了我 把旺财交给我 用不到半年 我就会让他成为最好的战马 你看他的耳朵 你看看他的鼻孔 再看看他的前胸后腿 不管是从哪里看 他都该是一匹豪马呀 是你害了他 旺财是匹豪马我知道 那用不着你来提醒 我再说一遍 他是我兄弟 不是战马 我不想他受苦 做什么战马呀 只要好好的偿命百岁就行 谁敢没事 干让他上战场 我会砍死他 在荒原上割脸呢 就商量好了 一辈子吃香喝辣的逍遥自在 云叶离这个目标是越来越远了 他不希望旺财的幸福再被夺走 他是你兄弟 善英瞪大了眼睛问云叶 啊 比兄弟还亲 你打算放纵他一辈子 那是自然 作为兄长 他的娶妻生子 日后 这生活啊 我全包了 有我一口吃的 我会分他一半 然后再潇潇摇摇的老死 如果我们能一起死 那就最好了 善英不可能理解云叶在荒原上最孤立无援的时候 那种孤寂苍凉的心态啊 如果没有旺财 他不一定能够挺下来 这时候谁还管他是不是一匹马呀 我陪你去少林寺 不过旺财 我来照顾 一路上你不许干涉 哪怕见他吃苦 你也不许过来 马就是马 你不能把他当人来养啊 想要他长命百岁 那就得听我的 云叶艰难的点点头 对善英说 好吧 让他再随我两天 家里收拾好 咱们就上路 到时候 我会把旺财交给你来管教 旺财乖乖的跟在云叶身后回家了 家里现在对他来说 就是一个炼狱啊 奶奶高兴的活不成 早早的呢 给皇宫递了牌子 请求觐见皇后 说不定呢 可以顺便见一见兽阳 他老人家眼里只有崇孙子 哪里还管得着 这崇孙子的母亲是谁啊 至于云叶被惩罚呢 在他老人家眼里啊 那得不到半点同情 还落个活该的评价 屁股上的牙印 这到底呢 还是没有逃脱星月的眼睛 如果是歌姬一类的女人留下的 她连看都不看 可是呢 在知道是公主留下的之后 就开始冷嘲热讽 直到最后听说公主有了身孕 就彻底爆发了 和云叶想的不一样 星月没哭 一滴眼泪都没掉 只是骑在云叶身上 无差别的乱扭乱掐 除了屁股没动 身上其他的地方都是瘀青 一边掐还一边咒骂 那个该死的风骚公主 应该放到猪笼里活活淹死 鼠中女儿啊 不经事的时候总是哭泣 这我该怎么活呀 经历了事情之后 反倒是不哭了 晚饭吃了三碗 眼中凌厉的目光四处乱扫 做了亏心事的云叶 差点把头埋进饭盆里 丫鬟扑依们呢 战战兢兢的走着路 都得夹着腿 就连晚饭后 习惯性的找云叶聊天的旺财 也被他一脚给踹走了 如果给别的大唐男人 早就发飙了 可是云叶不同 他是长在红旗下 受教育多年的新一代好孩子 封建主义的嘴脸呢 还没有侵扰到他 别家男人可以三妻四妾的招摇 甚至呢 大背同眠都没有问题 那到了他这里 这种事情只能是脑海里的一银 被妻子抓住这么严重的小辫子 那只是其身上揍两下 云叶觉得自己啊 占了大便宜了 哪里还敢反抗啊 脚都没洗 早早的钻被窝里不吭气 装死 竖起耳朵听外面的动静 星月自己端着一盆水 走了进来 粗暴的把云叶扯起来 没反应过来呢 这脚就被塞进水盆子里了 很烫 知道他是故意的 云叶硬是咬着牙不吭气 有本事 你把我两只脚烫成猪蹄 星月的大眼睛撇着云叶 手底下下死力气 嘴里还说着 一个不洗脚的臭猴眼 也不知这公主看上你哪了 莫非 他就喜欢臭一些的 切身可是听说 吐蕃人一辈子才洗两回澡 怎么没嫁到吐蕃去 那里的男人才适合他 可以臭一辈子 这个比喻太恶毒了 长安城里有时候呢 也会有一个两个吐蕃人的使者出现 真正的是顶峰臭屎里的主 比官府贺道的牙役都管用 土藩人一出 这街上就基本没人了 最后被巡街的官差 送回红炉寺 勒令不许出门 足足洗了一炷香的时间 脚都泡的发白了 星月可能觉得不能再洗下去了 再洗这双脚就会废的 然后呢 自己还得照顾这瘸子 那有些不划算了 这才放过了云叶 平日里云叶都是睡床里面的 大唐男人呢 不睡床外边 被老婆半夜从身上跨来跨去的不吉利 这今晚就不同了 星月如同推麻包一样的 把云叶推到了外面 自己睡到里边 出去 谁家女人睡里边 还没一点规矩了 夫君呢 不知道您和那个公主 怎么个睡法啊 咱家就这样睡 说不定这种睡法 能让妾身早点怀上孩子呢 我问过人了 皇家的规矩和咱家的规矩 都是反着来的 夫君和公主睡了这么多天 难道没发现 这话让云叶无言以对了 难道告诉星月 自己和公主就睡了一次 还是在石头巷子里 估计这话呢 会把星月打击至死 他们俩累死累活的 忙活了两三个月呢 还赶不上人家春风一度 让他情何以堪呢 星月突然转过头 亮晶晶的眼睛 瞅着云叶说 夫君就是和别人不一样 别家这种事都是明着做 做了呢 还理直气壮的 就夫君一个人 想做了亏心事 由得我耍小性子 一副认打认罚的赔礼模样 看得让人心酸 你的意思是 我明天出去再找一个 然后回到家里 再把你打一顿 这样子 你是不是就不心酸了 接受不了星月奇奇怪怪的理论 您呢 估计 也就和公主眉来眼去的 府里的漂亮丫鬟那么多 有好些个都在您面前患有好酒了 不就是上杆子想要做妾吗 您不也是装傻不理会人家 草原上的挨的心 妾身也看了 漂亮的突厥女人 在您帐子里 睡了一冬天 还是完毕 我看了都笑得直不起身子 如果不是妾身知道 您身体没毛病 否则真的就成了长安的大笑话了 您是为了切身吗 说完话还把云叶的脖子上的香囊扯过来看 还是那个旧香囊 已经没有香味了 星月扯开一点 露出了一座头发 取出来 在自己的头发上比划了一下 满意的点点头又塞了进去 从枕头下面 拿出针线包就一点点的缝好 这才继续躺下 似乎是松了一口气 云叶看的眼睛红红的 把他揽在怀里 慢慢的把和公主的事情 一点一点的给他讲清楚 星月软软的身子慢慢变硬了 听到最后怒不可遏 掀开薄毯子 光着身子就坐了起来 破口大骂李安兰 如果李安兰在这里 云叶相信 这星月的绝对会给他一锤子 星月的胸膛起伏不定 美好光景让云叶眼晕 星月突然转了口风 夫君啊 要不然 我们也试一下那个春风伞 云叶的头重重的摔在枕头上 顷刻间憨声如雷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作者 杰宇二 演播 今儿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